各位家长你们好, 今天我又和大家介绍另一款的玩具, 我说过我一系列九款的玩具去介绍, 不是我们只有这九款玩具, 不过这九款玩具会带出究竟小朋友要怎么学习的概念, 这个概念我们就叫做学习三角形, 学习三角形就是首先有体能的训练, 第一个角,第二个就是有智能的训练, 第三个就是有社交能力的训练, 前面也说了, 如果你知道在第一个阶段, 我们0至12个月, 那几个产品如何训练呢? 看回前几集, 今天我们跳到第二个阶段, 第二个阶段是大一点的, 把小朋友可能接近1岁, 或者是可以给一些难一点的动作, 玩具, 或者是考虑智力的玩具, 让它玩, 第一个我要讲的, 都是体能, 一条鱼有什么体能? 其实这条鱼, 要用少少力才可以拔开, 我们大人当然可以这样拔开, 但是小朋友难听到拔一声, 因为它自动会黏起来, 那你要用一些能力, 小朋友用这些力量, 就是用它的肌肉去拔开它, 又黏起来, 拔开它, 又黏起来, 第一, 它玩得很开心, 小朋友很喜欢重复的动作, 第二, 它就是训练它的肌肉, 肌肉仔可以拔开, 拔开又黏起来, 或者初期父母可以一边跟它玩, 它看到, 黏起来再拔开, 可以奏一下它的力, 那就可以训练到它了, 这是一个体能玩具。